我們看一下,八億篇第十七 八億篇第十七 子共欲去故宿之夕陽,子曰四也 而愛其陽,我愛其禮 故宿有兩個說法 一個,我們先看前線的講法 周代的禮,天子於每歲的季冬,頒發來歲每月之朔日 遍告於諸侯,諸侯授耳藏之於其始祖之廟 每月朔寢於廟,而班之於國人,稱故宿 周天子於歲終以來歲十二月之朔 故宿,故宿天下諸侯,諸侯以夕陽款待故宿之始者 故宿之始者 故宿,上告下語,告獨如字 那,那朔日就是每月的初一日 那每個月的初一日,到底是哪一天呢 以前啊,這是一件大事 古代的天子也者,必須要說,我的行政是要按照天使的,按照天命的。 每一年的起跟始,冬至是哪一天,那這個節氣是怎麼一回事情,那每一個月,每個月的初一是哪一天,要先能夠跟大家講平白。 那這個背後,有一個很重要的意思,其實是,因為在古代的時候,知識其實是比較限於少數的貴族。 所以因此,古代的這一種,所謂上下尊卑的政治,或者以貴族為中心的政治,背後有它一個,我們可以稱之為一個知識的融單性。 而要正確地算出天文的每一個細節,這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對古人來講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現代常有現代的物理學,對古人來講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這個不是一般的諸侯能夠做得到的,只有天子他才能做得到,他有最精密的知識。 那古代的天文學還通於地理學,因為以前人去分辨這個地理的時候,他是要這一個,就是,以分野。 分野意思就是說,你這個地方在,每一年的某一天,哪一個星星處於你這個地方,那麼這個地方就有這個地方的分野。 所以,天文學通於地理學。 意思就是說,大地上每一個諸侯所在的地方, 是相對於天上的一個星塵,在你這個地方的出沒。 因為有這個不同的星座。 所以有這個黃道十二公,天文同於地理。 然後古代還相信,就是, 就是,君王是跟天上的星星是有關係的。 乃至於,各個不同的諸侯跟天上的不同的星座是有關係的。 因此啊,古代的天文學是非常重要的。 這樣說起來,天文學不是一個簡單的一個天文的概念。 它是代表了,天子能夠最精密的掌握,有關於天地結令,還有關於天文地理的知識。 進一步,而且這個學會會通於樂律。 音樂的樂律。 然後樂律會通於兵,用兵的時候。 例如,如果看史記的樂書。 古人用兵的時候,跟這個音樂有關係的。 他要忘記的。 所以在古代,它是一整套的學文。 天文是一個其中一個最代表性的。 天文、地理、音樂、軍事,這些都相同。 對於宇宙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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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這個事情有一個巨大的象徵的意義。 那,這兩個說法呢。 嗯, 一個, 是, 每月術諸侯請於廟而搬之以果人, 臣故術。 那, 另外一個, 是說, 諸侯以夕陽款待故術之逝者。 那, 這兩個講法不一樣。 那, 前仙這裏取的是第一說, 就是每月, 每月這一個故術的時候, 每月朔日的時候, 載陽這個事情。 那, 這個事情呢, 象徵意在於什麼地方呢? 其實, 受這個理就表示說, 我這一個國家, 跟天子的關係。 封建時代裡頭, 這個理是, 維繫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基礎。 那, 我們這樣說吧, 其實, 國際之間都有一個國際的關係的, 有一個領導性的國家, 有一個這個被領導的國家。 譬如說, 台灣的這個地位是蠻尷尬的。 這個, 我們最近Apache的事情, 美國方面是很不高興, 我們也很緊張。 那, 這個上一次的這個, 就是入亞洲航的事情, 突然間, 台南就飛來一下這個美國的F-18吧, 在飛機, 然後他謠傳說是艦隊要來維修。 意思就是說, 這是一個國際系統的問題。 所以, 台灣到底是要歸美國主導的國際系統, 還是, 這個中國大陸所主導的國際系統? 聽到意思嗎? 那我們今天是號稱是平等的國家, 但事實上是有很明顯的國際系統, 譬如說NATO就是一個明顯的國際系統。 北約, 美蘇的角力, 這些種種。 中國的古代有另外一個國際系統, 每一個國際系統有不同的方式來維修, 對不對? 美國譬如說是用它的安全保護傘, 用它的貨幣, 用它的這個市營, 比如世界銀行非常重要。 為什麼亞投行這麼重要呢? 因為我們現在是資本主義的時代, 所以貨幣金融的起機非常重要, 還有IMF這些事情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現在是用簡單講, 用一系列的軍事的金融的貿易圈的方式, 這些種種, 來確立它的國際系統。 古代怎麼建立它的國際系統?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用力, 懂的意思嗎? 古代不是用我們, 現在用這種什麼, 貿易圈啊, 或者說是金融系統啊, 而不是用這個方式, 這個力是它的核心。 那, 因此, 周禮的這一個本身來講, 意思在於, 如果說, 諸侯都還是每個月, 至少是每一年, 對於天子所頒事的, 這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 對於世界的知識, 而且是天子所掌握的最精確的知識的話, 就表示說, 我們願意接受周天子所建立的世界秩序, 聽懂意思嗎? 這個世界秩序是從一開始就, 這一個由周代開始的文王武王, 周公所建立的, 在這個知識底下, 大家有意思過, 所以大家接受這一套理, 聽懂意思嗎? 就維繫各個國家之間的一個比較和平的狀態, 以天子為領導, 公侯國子男一層一層, 這是所謂的封建秩序, 各國之間是有一個有等差, 但是, 你每個人對有他的定位子, 大國小國, 古代的位置是, 所以以地為中心, 我再舉一個例子, 我們今天世界大, 有另外有趣的國際體系, 叫做大英國寫, 你們這裡有沒有聽到一個新聞呢? 就是那個, 是哈利王子吧? 剛剛去澳洲去服役一個月, 聽懂意思嗎? 這叫澳洲服役幹什麼? 這就是英國的, 他們要建立他的那個國際規矩, 大英國際規矩, 那為什麼今天的這個女皇, 其實不能夠退位給這個查爾斯王子呢? 因為他們有一個禮的規定, 就是每一個新王集位的時候, 所有的國家, 都必須要重新宣誓一次, 如果不宣誓就表示, 不再屬於大英國宣誓, 所以非常可能的, 就是這個女皇國一退位的話, 這些其他的國家, 像加拿大、澳洲的可能有問題, 我不願意再跟女皇宣誓, 因為在幾十年前, 那個時候沒有問題, 基本上二戰的時候, 英國領導的地位還很強, 他願意對他宣誓, 今天我都不願意再行這個禮了, 我跟你的關係就結束了, 就不再去大英國宣, 聽懂意思嗎? 結果你很嚴重啊, 所以是個歷史的繼承, 那故宿呢, 是一個延期已久的禮, 可是慢慢到這個時代, 開始衰退了, 諸侯全說我幹嘛, 這有什麼重要的, 不太重要的, 或也不想再, 一般人也覺得這不太重要了, 慢慢這個關係大家要解扭了, 是這麼一個問題, 好,我們繼續往下來看, 夕陽, 那故宿兼有祭, 叫祭祀的禮用於陽, 沙兒不噴, 凡生, 細養曰老, 碰兒守之曰響, 沙兒未噴曰細, 細就是, 是分三個, 還綁在那裡的是老, 很有趣, 就是把你還關在那裡的意思, 沙的祭了, 這個叫做祥, 是祖中編祥, 沙兒未噴, 是細, 這個, 沙但是還沒有去祖, 依下所細為傀克矣, 而愛其陽, 我愛其禮, 那如果是, 依下說的話, 前面有兩說, 依上說的話, 就是, 他是每一個月, 殺一個陽, 殺而不噴, 這個叫做細, 如果依下說的話, 這個細啊, 就是把他送給這個使者, 那前前還是許的上一說, 殺而未噴, 那兒愛其陽, 我愛其禮, 依上說, 魯文公時, 第一說, 春秋已有四不四碩, 之記載, 帶著哀公時而此理廢, 而有此由供此陽, 愛其禮, 這個網紗, 因為你, 魯文公已經四不四碩了, 哀公的時候, 這個此理廢, 這個, 隱環莊米西文宣誠, 相遭定哀, 西文宣誠, 相遭定哀, 西文宣誠, 相遭定哀, 到哀公的就已經廢了, 所以在他的, 大概是, 西義文, 那就是, 七代以前就已經開始不思索, 到這個時候, 大概就已經廢掉了, 聽到意思吧? 那換言之, 跟天子的關係也輸了, 有詩, 由供子陽, 愛其義, 只供是其妄殺, 欲去之。 諸侯也不重視, 那這個東西只是, 還要虛應故事嗎? 何必呢? 對吧? 孔子衛啊, 故宿之理雖不行, 美索由沙陽送了, 神喪之有之理, 西陽不重此理, 編望更為可惜也。 以下說, 周天子不復, 故宿於諸侯, 而魯之有詩, 循力共揚, 空之於辭職。 不管是每個月, 或者說, 每一年十二月, 簡單講, 就是魯不再尊這個禮了。 那底下講, 今案本章有兩解, 周天子頒故宿於邦國, 於利有貞, 難為天子不復故宿。 而周之有詩, 人公子陽, 子陽本以虧使者, 使者既不來, 詩問於何虧之? 其說難通矣。 這蓋周之憂禮以後, 即以無般故宿之理, 仇人子弟分散。 如秉周禮, 自有立官, 難故自行故宿之理也。 所以, 仁以本章言, 仁以上一說為實。 前先說, 不會是第二說啦,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第二說, 這個要, 使者要來, 早就不來了。 早就不來了, 這個要送給誰呀? 沒法說。 所以呢, 因當是, 雖然周天子已經不再頒這一個碩日了, 可是呢, 魯是因為是一個眾禮之國, 每個月, 還是自行故宿之理。 自己做, 故宿。 一上說念故宿, 一下說念告宿。 這個不一樣。 故宿, 我念得不算這個標準。 上說念故, 不是說, 故宿。 下說念告宿。 宿是同一個念, 失誤而宿。 所以, 既然沒有使者來, 不應該是第二說, 應該是第一說。 就是, 自行, 就是故宿, 每個月。 那, 既然天子已經不斑了, 所以子貢覺得沒意思, 對不對? 諸侯也不遵了。 那, 是不是說? 天子不斑, 那有啥意思呢? 所以, 周治憂立之後, 既已無斑故宿之理。 換一次問題, 去研究在這個地方。 憂王、立王之後, 不斑。 不斑意思是什麼? 其實就是王剛結扭。 所以, 不要小看這個事情。 所謂進入了春秋時期, 王剛結扭, 天子的秩序不再能夠維繫, 諸侯之間就行總統的兼幣。 行兼幣事實上就是, 殺人很多啦, 國家的戰爭很多, 不能小看這個禮。 這個禮, 是本來周歐代的世界秩序的基礎, 禮作為整個周歐代世界的基礎, 而這是其中的一個很具有象徵性的一個環, 就是保持天子跟諸侯之間固定的關係。 那這樣一講, 當然孔子所見的是大, 那除非你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今天, 我們不再按照周歐代的這個道理, 我們完全力氣不照, 那是另外一個做法, 有沒有辦法做得到呢? 因為實在還做不到, 所以孔子還是想不能做公子道理, 基本上是這樣。 好,接下來有個問題。 為什麼周王朝不再頒故縮之鳥? 這個周在幽王立王之後, 他自己已經施德施政了, 他自己的政治內部都亂了, 所以他也不再能夠為大家所尊, 所謂幽王立王之後, 所以不再繼續辦理。 這就表示他自己的政治亂了解。 這個周在幽王立王, 當時就出了許多的, 既有權容之亂, 並有他自己的, 這個宮廷裡頭的種種的不當之事, 所以自己是得, 因此, 所以天子自己如果不能夠, 做一個榜樣的話, 那不太為所尊。 而他自己也就不再行這些事, 所以周代的這個政治的話,開始鬆弛了 你說他為什麼這麼做? 我們一起來叫王剛截扭 王剛截扭的意思就是說 在上為人該做的很多事情要做 譬如說我們剛剛舉個例 你可以看到 當英國協術國要維繫的話 這個英國的王是要很像的樣子 所以Charles其實是搞得很糟糕啊 你懂我意思嗎? 他跟戴安娜這麼一弄 本來就已經 英國的國力已經忍不如前了 不跟二戰壽相比 這樣你這麼一搞 人家願意跟你跳鐘嗎? 你懂我意思嗎? 你自己施德嘛 所以在上為人不好做 以前叫做這個 在上為人要做一個鋼 鋼是鋼計的鋼 做一個榜樣的意思 以前天子的一言一行 他的服裝 他的這個舉動 都要有威夷 都要非常慎重 都要合乎德性的規矩 不是這樣人家不跟著你嗎? 有意思吧? 那在禮法上也是一樣的 你天文、地理之學都不修 你這個也不搬 那慢慢久了 大家就算了各種各人 春秋在這套戰國的時候 就各行歧視 各行歧視 就各國打成一團 就這樣整個狀況 還沒問題 王鋼截扭有什麼意思呢,王鋼截扭的意思就是說 王鋼就是王,以前叫做天王,天王作為封建時代的所有國家的鋼 鋼是一個網上的出繩子,五魚要網,網上面有一個出繩子叫做鋼 所以,鋼這麼一收,大家就收起來了 那如果這個出繩子,自己本身是德,就收不起來了 於是呢,大家就各做各的事情 這個網收不起來了 這叫王鋼截扭的意思 懂得意思嗎 鋼從講四篇 鋼是一個出繩子的意思 所以,我們以前到漢代總統書叫做三鋼五常 這是後來的講法 三鋼的鋼均為成鋼 這個意思 那鋼就是他要做一個能夠把大家號令起來,掌握起來的榜樣 他本身一定要做個善的樣子 那中國的政治有一個特色,請注意 就是,如果在上位的人做不好的話 他是容易出亂子 那其實歷朝歷代都是這樣 往往一百多年就出亂子 那漢代一百多年就出亂子 然後就有這個王鋼,然後東漢 那水朝很短,秦朝很短,對吧 唐代到了中唐時候就叫安時之亂 宋代南宋北宋 這個元代的壽命也不長 那明代、清代中葉都出亂子 而且清代中葉還出大亂子 就是太平天國安年亂 中國的政治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政治 為什麼呢? 國家極大,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 那你可以說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 也是最長命的國家 所以他的政治是非常困難的 因此歷代來講,儒家就是說 在上位的人都是要戒慎恐懼 一個搞不好就出事件 這個不好弄的,明白意思吧? 所以為什麼以前,儒家都講得這麼嚴肅 政治上一天一到晚 人一到的,人一到的反死了 他就是要給,一開始本來就是給這些在上位的者也講的 老百姓其實過關日子沒那麼多人類 沒那麼多規矩講究,你影響也小 在上位的人不然 跟上位的人你的語氣一動,一言一行 動輒影響千萬人,所以必須很講究 譬如馬總統沒事給娘罵的一大糊塗 前面誰給娘沒事罵的一大糊塗 聽懂意思嗎? 不能說沒事嘛 就是你一言一行有問題 立刻大家都看到你 所以像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霞 你再上位的人 你過首如日月之霞 這個人皆見之 不是開玩笑的 而且必須高標準 因為你不高標準,體下去出亂 明白意思嗎? 就說這一次的這個 阿帕奇的,我就認為乘處過當 剛開始包庇過蹭 然後最後就乘處過當 這個都是再上位做不好 聽懂嗎? 一冒出來想要包庇 所以擇主 軍方上層都想要擇主 那後來擇不住了 掀出來 哇!中層 因為上層洪中修案 搞力差不多 這次搞來中層 層又太過度了 這個我們不詳細做 但這個都是會有後患的 包庇 就造成特權跟種種的問題 乘處過當 反彈 變成軍方跟社會的對立 聽懂意思嗎? 他覺得不服 所以在上位的一舉 變得非常的重要 王剛解紐 什麼道理? 很簡單 王解紐 這三萬人舉措 十當九個底下 都不甩你 不聽你的嘛 我們今天是不是不一樣 九個九個 大家不聽總統而已 總統講得不理你 不是我 不是我 同樣的道理 聽懂意思嗎? 不管什麼時代 古代 封建 時代 雖然講上下尊卑 但是 其實 他也有一定 有很強的自主性 因為諸侯國基本上 是完全自主的嘛 他的所有的稅收軍 對人民 都是歸他自己管 那你上面靠什麼 把他維繫 這是個值得研究的事情 就是 西周靠什麼 能夠把 這麼 一千多個國家維繫在一起 這要靠一個理 這個理就是 你真的必須要有高超的文化 才行 否則做不到 明白意思嗎? 那孔子就是 惋惜這個 原來這個狀態 因為 他說 春秋的時代 慢慢變成 君不經成不成 復不復子不子 天強要亂 那果然 孔的死後沒有多久 進入戰國的時期 那就是 殺人引野 血流成渴的時期 那樣大殺大亂之後 再行的新秩序 那當然也是一種 很不幸的事情 孔子不會提上那條路子 雖然這個事情 並沒有好的答案 等到是 八一篇都是在講理的 講政治的 那 對一般的同學講的可能 不是那麼親切 所以跟我有什麼 那麼直接的關係 其實不然 諸位 在社會上做的事 尤其坦白說 我們也都是 就是 命比較好的 知識的背景比較高的 所以很容易在這裡或這裡 就會帶一群人 或領導一群人 那你就是在上位 你只要在上位的話 那你就有政治上的問題了 你怎麼領導這群人 那八一篇講這個事情就很重要了 那八一篇講這個事情就很重要了 是不是這樣 打想看 還沒想到什麼問題 所以可能說 我四野而愛其羊 我愛其禮 我愛其禮 我愛的是這個禮 那這樣講起來 這個禮 照我剛剛講 起不當然 遠比這個禮 要重要得多了 是不是 這是本來是一個 維繫天下秩序的 非常重要的一個禮 順便跟諸位再講一件事情 中國傳統的歷代的政治 它不是靠法治 我們現在是靠法治 比如說美國的政治是憲法 對不對 美國的整個政治的核心 就是他們這個憲法 那是靠的憲法把這一些 本來的自由人 跟本來各自獨立的幫 結合在一起 因此憲法裡必須明確地把 每個自由人 對於他的每一個state 乃至於對於整個Federal State 聯邦政府之間的權力義務 還有各個state跟state之間的關係 都講得非常的清楚 懂吧 這是美國的立國 是這麼來的 以憲法為基礎 十三個州 當初開始定這個 共定這個憲法 然後後來一路現金 加上其他的州也陸續加入 中國傳統政治不是靠法 他是靠理智 不僅是先情喔 一直到明清都是這個樣子 理智 理還是他的核心 也就是說 天子 是必須展現出一種 他要奉天成運的 這麼一個樣態 一個道理出來 所以天子一定要祭天的 愛子要祭天 也要禮地 北京大建還有天壇 事實當如何做 那麼他有很多朝廷 有很多理性的行為 這裡面可以看一下 黃仁宇的書 就有一點介紹 黃仁宇講這個 叫做萬利十五年的那個書 裡面有很多講 他什麼時候做什麼什麼做什麼 因為中國的政府 是個小政府 你們有機會如果看看 譬如說明代的北京城 規模很小的 清代的北京城 規模稍微大的 也相當小不大 中國如此巨大 這麼小的一個王城 他主要的很多事情 是靠著 我們相信這一套世界秩序 然後以天子為中心 我們這樣運作 當然天子得天命 通常還是打天下來的 那打下天下之後 他只要運行這一套道理做 大家覺得這個是好的 聽懂吧 老百姓叫天高皇帝圓 一般老百姓一輩子不見官 他根本不是靠法制來運 他是靠一套 就是認為說 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人都按照五輪的關係 好好過日子 然後以天子在中心 那古代是諸侯、親世代夫 後來就變成天子底下 有這麼一個宰相 三公九卿 然後這麼一個政府 把一些重要事情處理 然後各地的縣官 就像白禮侯 以前世襲的 後來就變成輪替的 他做一些 處理一些比較水、漢、災、疫 這些事情 其他的就是按照這個天子 自然當地國內在中心 這個叫做禮 以武能為中心的一套禮法 所以 中國傳統的政治 是以禮為中心 不是以法為中心的 因此傳統的文化 也是以禮為中心 不是以法為中心 但今天來講 這個華人的法治的觀念 還是很差 緣故也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本來從來不是以法為中心 西方不一樣 西方從希臘羅馬時期 城邦裡頭的法就非常重要 尤其羅馬的十二廖法 這是整個羅馬法的基礎 羅馬法又成為整個西方 現在一切法典的基礎 尤其是大陸法系 當然因為西方法系 所以西方是一個淵遠流常的法治系統 我們是一個禮的系統 禮的系統 它是最關鍵的地方 就在於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故宿 故宿 確立天子跟諸侯之間的關係 確立你跟我之間的關係 這叫做禮 這個關係的核心 叫做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那麽在傳統的時代裡頭 因為有知識有能力的人 總是少數 不像我們現在 教育不可能那麽發大 所以在那個時代而言 採取有一種一定的上下尊卑 就是以君父為中心的這種社會組織 在當時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聽懂意思嗎 今天未必然喔 但在古代是如此 懂嗎 因為有知識有能力有經驗的人 總是很少數領導的人 所以以前這個系統 用這個系統就層層結智 就完成了古代的世界體體 那這個是以禮為中心的一種文化 這一點能不能徹底的改變 我認為是蠻有困難的 到今天會不會能夠改 因為禮有它的好處 禮的好處在於 禮同時堅固了倫理性 以及意義跟道德性 這我之前約略講過 我簡單講幾句 不多所以之前應該有講過這個事情 就是禮因為它是以人的關係為中心 它要制定出一套合理的 所有的人之間的關係網絡 那人在這個關係網絡裡頭 它可以得到一種生命的價值的安頓 譬如說我們現代人來講 我們生命的價值的安頓 一般來講最重要的 還是在家庭朋友之間 這是我們生命價值的安頓 是侯文勇 我今天看一個朋友的一個 在車上等車的時候 他有一個臉書 侯文勇 侯文勇是個醫生 後來當作家 他說他那個時候 是他的工作 是要去做癌症臨終病人的照顧 他說他照顧了 他是被指派還怎麼樣忘掉 反正他照顧了大概五六百人 還是四五百人 還是五六百人的樣子 他說沒有一個臨終病人 那時候還在談他的成就啦 他的錢啦 他的這個房子啦 他的事業啊 這麼這些種的 沒有一個人 所有人最後在關心的 都是兩者 叫做關係 就是我跟我的父母、子女、親人 這個之間的關係 有些什麼事情 我覺得我還沒有能夠處理的 或者我覺得我希望怎麼怎麼樣的 所有人最後都在談這個事情 他無一意外 他當然看了這個 五六百個地之後 就非常清楚 既然每一個人都這樣子的話 表示這個才是人性的核心 其他事情不是 從此他就決定不再做一生 該當作家 那這個事情告訴我們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 其實人的生命是很奇妙的 人的生命的那個 生命的核心的意義 你到 我們平常會追究很多這個那個那個 到最後一刻的時候 你會發言那事情都不重要 其實真正重要的是 我們跟親人的朋友的這個關係 但我們平常卻沒有那麼好好的珍惜 那儒家的態度就是認為 生命的本質 它的意義是由五人來界定的 是由人跟人的關係來界定生命的本質的意義的 主家另外講 照理學家的話來講 人的興奮當中 只有仁義理智 這話很難懂 你會覺得莫名其妙 興奮當中 怎麼會只有仁義理智呢? 我們的人性當中 不都是充滿了這個動物的欲望嗎? 食啊、色啊 各種想要征服啊 想要這種 怎麼會這樣講呢? 這話確實難懂 但如果以侯文詠儀是 他的那個 看到臨終病的經驗 他才是證明這句話 人到最後的時候 想的也不是吃什麼 再也不是什麼 也不是食啊、色啊 更不要說公民、利盧、成就、房產 什麼都不重要 他最後放不掉的 只剩下這個事情 聽到我的意思嗎? 那這樣講起來 生命最核心的 最根本的意義是不在這裡呢? 那儒家之所以能夠幾千年屹立不搖 我認為關鍵在這個地方 他掌握到人性的本質 用人倫 用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來界定生命的意義 這個是可以取代宗教的 那法律能不能做到這一點? 法律絕對做不到這一點 法律只是一群人之間 權力一無的關係 氣緣的關係 我剛剛講的 這邊一個自由人之間 他之間權力一無的關係 對不對? 一個一個的state 原來是independent state之間的 權力一無的關係 是我們大家在一起 這只能界定我們之間的這種權力一無的關係 他不是人跟人之間的真正的情感 這樣的關係 親眼之間還不是那種關係 所以 法律的源頭也是一個 每一個自由人在城邦裡頭 跟其他人跟其他城邦之間 他之間的權力一無 這屬於公共領域 沒有辦法滲透到真正的 我人跟人之間 我們剛剛講的是這種 親眼朋友之間 這種情感關係 以最後關心的是這個事情 因此 這個是理跟法的不同 因此 我們這個文明 如果一開始是用理來建立這個文明的核心的話 就整個整章在討論理的問題 理是作為中國文明的核心的話 如果到這個文明去掉了這個理的時候呢 可能說我愛其理 聖人說我愛其理 如果理不再受到重視了 這個文明必然要打亂 簡單講 他的價值會崩潰 進一步說是這個意思 這明白這個意思嗎 好 有沒有問題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這個文明的核心的核心 在哪裡如何去創造這個核心呢 這個 循子說 原情已治理 新的理還是要本乎人情 這個 實際的理論 理書 也隱訊這個講法 原情這個 還是要本乎人情以治理 那就要看我們現在的人情是怎麼樣 那我們今天的人情其實已經有所改變 對不對 所以新時代的人情要怎麼樣是比較好的人跟人情感 關係的狀態 我們要以這個為進行一個新的理 簡單說是這樣 那這個理不僅是要照顧到家人之間 朋友之間 還有牽涉到 一定會牽涉到政治問題 因為政治社會的組織一定會影響到家庭內部的組織 因為這是有同控性的 譬如民主社會的組織形態 跟以前的封建時代 或者跟君主時代的內部組織會不同的 這會改變 每一個人自由獨立性一定會增加 必然的自主性會增加 但是在自主性增加的同時 如何能夠維繫它之間的一體 這就必須新的理要這麼治療 那這是一個大問題 目前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社會的理是正在 舊理衰落的很快 新的理呢 有一些新的理 但是在經濟的過程中有很多的困難 那大陸真的叫做嚴重的理外躍動了 所以整個價值體系崩潰 就是這個自媒的情緒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您說理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係的安頓嗎? 那我想請問的是說 在禮貌算是在這個女之內嗎? 因為我對禮貌的定義是說 就是人與人互相的尊敬而已 而並不是一種安頓的尋求 所以那就很表面 所以叫做貌 所以就是這幾句 禮貌是比較淺的東西 古人也不這麼用 你讀書很 古書很少看到禮貌這兩個字 我們現在就只剩一個表面的東西 就是禮貌 那個沒管大用 我們要講深層的這個關係 要明白 謝謝 請問問一下 就對江來講說 子貢想要把這個禮貌做一些改變 那故事反對 可是在別的 我看到別的故事裡說 像子貢他去一個記憶 他本來是很農場 可能要過個什麼早上 一直做到深夜 他去做一些改變 改到說不到黃昏就結束了 那故事反而會侵佔他 那要是特別理的改變 是怎麼樣的標準說 我覺得這個禮貌是可以改變的 那個是不行的 公子都講 這個 與其一也寧欺嘛 就是你如果是那樣子的 這個反覆的話 並不好 要有他的真情真意嘛 所以太繁複的時候 你是可以為求其實 可以縮短 對吧 那這個的話 去高修雅就變歸零了 歸零就什麼都沒有了 那也不一樣 聽懂的意思嗎 歸零當然太過了 就變零了 你比如說太長了 我可以改短一點 我衣服太長了 我可以改短一點 你不能說我不穿衣服了 這就是沒有了 聽懂的意思嗎 這當然就改得過度了 但是他已經沒有在 就已經沒有在這個實際的告訴我之裡 過數 過數之裡 那在於沒有這種實際的情況的話 你還有留守的必要嗎 孔子的意思就是要 應該還是要 一個月 沙葉都養 這個事情不會太過 那麼你要說怎麼改呢 我譬如說養可惜了 我依之為狗嗎 這個難怎麼改 對吧 這個很難意啊 豬牛養三生嘛 你殺羊殺豬死 那牛就更大了 不能這麼改法 對吧 所以就不經意不討論了 這並不是太繁複這個事情 所以還是殺一隻 殺一隻洋溢體質 大概是這樣子 好 好的 您說 那以現代社會來講 最近大概十幾年來 我們常會講說 所謂的惡法義法 或者說惡法 就會開始反對他 會想辦法去改變他 那跟我們正常講的 我覺得還一樣 就是說當我們遇到 在法治的社會 遇到一個法令不合實際的時候 可以去面對理 這兩個講法 不要混在一起講 理事一定要分開 理歸理 因為我剛剛講的 這個故訴這個理 是背後牽涉到整個世界秩序的問題 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對吧 那 是從那個系統講過來了 法歸法 那 惡法義法 是在 我的理解 我不是算是選法律的 在選法律上面 可以幫我修訂一下 是說 關於一樣一樣舉例的事情來講 就算現在規定不好 那在沒有限定規定之前 你還是必須要照做啊 否則的話 你就說這個法不好 譬如說我目前實安法不好 那我連實安法都不守 那不是更亂了嗎 譬如說我們現在規定 譬如說假如說 某一種添加物 依法律可以多少 對不對 你定的不好 我希望調高或調低 可以再討論 那你不能說 因為我覺得不好 我就不守 那必然出更大的事情 只有局部而依這個法 可以怎麼講啊 對不對 惡法義法 但如果就 侵入到國家根本的時候 就未必然了 那時候不見了惡法義法 那時候不見了惡法義法 這大事情的時候 那就是 就是 人民的意志變得非常重要 聽到意思嗎 那就變政治問題 在非政治性理論的時候 應該我們可以講惡法義法 大概是這樣吧 現在說不說得懂 補充一下 這個專門學問 做老師不可能 人人都知道了 我們這個時候 講論會 不是光我一個人講 不是我一個人講 都知道 現代社會這麼複雜 很多知識 你們也一定知道 很多我不知道的事 來 補充一下吧 我覺得老師講得非常好 但是 我補充一下是 其實我 不是很清楚 學長他講的惡法義法 這個東西的脈絡是什麼 因為所謂的惡法義法 到底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講惡法義法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像我如果只聽到惡法義法的話 我會想到 某一派的法解釋學的 的學說 那他們就是 可能就是我就想到 法實證主義的解釋方法 他們就認為說 法律 一定要依照他的方式去 一定要依照他 字面的方式去解釋他 那去 其實他的目的是 為了要限制國家的力量 因為就是國家定了這個法律以後 你就只能這樣做 即便他很爛 我還是要這樣做 你們要怎麼改呢 就是修法 這是他們當年在 當年 世界的局勢 還有政治的局勢 德國政治局勢 他們必須要這樣去做的 那可是 這個東西 後來被打罵要死 像我們現在就講說 你怎麼法律 把地綁手綁腳 明明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你又不做 所以可能又會有新的思潮 像 時代不一樣又會有新的思潮 要去講說 是不是我們要 惡法就不要遵守 我們一定要去抵抗他 我們的什麼什麼 所以我覺得 雖然講惡法律法這個脈絡 其實我覺得是 前後的那個脈絡 我會覺得是 怎麼樣去講 這個東西 是 會有很大影響 那老師剛剛講的 已經非常好了 就是我覺得 其實法律 如果就我學西方法律來講 很多都是不涉及政治問題 對 法律他們 一碰到政治 很多時候 可能就 其實我覺得法律根本沒有辦法去 很難去跨那個政治的那個 基本上是政治壓在法律上面 我自己的理解 我自己覺得是政治 法律沒辦法解決政治問題 政治常常決定法律要怎麼做 我的理解是這樣子 這個分野很重要 譬如去年318學運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到底很多是說 一切就要因法如何弱還是不然 其實以我的了解來講 不是的 這個 碰到國家根本問題這邊 政治問題的時候 就不是簡單的法律問題 事實上任何國家都一樣 基本上講這不是法律問題 那法律問題的話 就分兩種法 一種英美法系統的源頭 可能還是傾向於就是說 法律是要限制國家的權力撥大 那歐陸的法系統的話 是比較傾向於就是 法律是幫助建立一個整體的秩序 所以這兩個系統比較不一樣 雖然你剛剛講的 這兩個系統法是恰恰是等國的一些講法 不過就是 這個就會牽涉到背景的問題 背景就牽涉到立國型態的問題 就是大陸法系跟英美法系的型態不同 所以深入來講 一個法律的內涵 是必須放在它的整個的國家型態 它的國家秩序的 以及社會需求的這個大背景底下去談 深入來講 就是真的必須要把任何一個 對我們的法系都很亂 我們一開始選擇大陸法系 因為我們的整個的立國的型態 是比較接近大陸國家的 當初那樣選擇有道理 就是以維護整體秩序為優先 考量 這是大陸法系的精神 可是後來因為 慢慢 尤其到了台灣之後 這個學法的人 都是留英美的越來越多 留德的越來越少 剛開始留德的比較多 我越來越多 英美法的基本概念 不是這樣的 法律是以保障 人民的權力 防範國家的權力過度 而定等 結果你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對於整個法律的解釋 我所理解 不再我不多說 因為我們還是講經 我只是跟諸位講一件事情 就是 道理是不容易講的 簡單地說 任何的道理要講得好的時候 必須精之又精 必須要非常注意這個道理 他所牽涉到的方方面面 不論我們談法啦 或者惡法啦 或者說是 我們這邊談的理啦 就所有的方方面面都必須要顧及 要考慮到他的時代 對警察的人民 他的政治 他社會各方面的狀態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在這邊講這個 現代留學是 在做一個很困難的事業 事實上我在企圖再談一個新經學啦 講白一點跟諸位講 新經學 什麼叫新經學的意思 就是說 我認為中華文明發展 到今天必須要有一套新的經學啦 經是在三代聖王之治產生的 它是建立了中華文明的政治、社會、倫理 那麼文化各方面的基礎 而且事實上就是以理為基礎的核心 這經在三代產生 然後到了這個 漢以後有所謂經學 意思到清末 經學的意思就是說 認為整個國家社會人生 必須要有一套知道的原則 可是知道的原則當然要去找呢 那秦朝人搞了一場 搞了天下大亂 很快就垮掉了 漢朝人說不行 我們要父母分化 還是要按照那個能夠八百年的那個周朝 所以那裡面有道理 於是就開始講經學 五經博士 那以對於古代的聖王的作為言行的研究 建立我們一個新時代的整個政治社會 宇宙人生各方面的一個指導的原則 就是經學 那這個意圖講了快兩千年到期末 那朱子啊這些種種都在這中間的重大的代表 那到了我們今天是我們的文明進入第三期 第一期是經的產生的時期 第二期是經學的時期 這是我們文明的核心的原理時期 這是其他第三期 第三期是什麼 因為第三期的話 我們這一個文明它的基本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那你一開始事實上是傳統的經跟經學都被打倒了 都洋氣了 那他後來採取的做法是這樣子 共產主義用馬列跟馬勒東思想 取代了經作為新經學 作為他的經 那國民黨又企圖用三民主義做新的經 不這樣無法建國立國 他沒有把環原自由民主的方式建國立國 因為沒有這個傳統 而且坦白說就是會打爭一團 亂爭一團 所以各自建立了新經 那十二次經呢 大概兩者都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也都垮掉了 台灣也不再講三民主義了 大陸也不再講對於馬列、馬歐的這個思想 也大概失去了信念 所以上個世紀80年代之後 基本上來講 兩岸、三地、共同性來講 就是不再有中心的信念跟思想 那我們這邊的普遍思想 當然是自由民主法治 這個就是我們新的信仰 對於西方現代華人和英則為信仰 那中共呢就叫做亂成一團 然後共產黨還是努力把抓住 這個樣子下去呢 我基本上認為是 一方面是有它的意義的 就是說不這樣 它是無法從原來的很多的束縛 甚至於威權當中解放出來的 必須要經過自由化、民主化的這個 那至於思想解放的這個階段 是必須要的 可另一方面也會 立刻會長出一個嚴重的問題 就是這個文明會失去它的 中心的原則 跟失去它的信念系統 價值系統會整個 我認為會崩潰它 因此 何以顧為崩潰呢 我一再跟各位講 西方原來的價值體系 是以制度教為中心的 西方近代的自由民主的政治 是有它很特殊的 從封建到資本主義興起 還有城邦政治種種的基礎 才能夠建立它的這一個 可以說懷農、昌生跟秩序 有跟基礎學合結合 它現在也在快速的衰落當中 尤其歐洲 西方原來的中心 各種的意義、價值、秩序 也在快速的decline當中 所以歐洲文明在快速的衰微當中 因此 我們只是學人家的皮毛 是沒有辦法建立自己的真正的 價值跟文化的系統 雖然我是很戰爭自由民主 法治跟科學 我認為我們應當全新的擁抱 擁入 但是我認為那樣不夠 我們需要一套新的 價值體系的核心 那這個價值體系 我看來看去 在華人文明裡 我認為還是離不開 傳統的以四數五金為基礎 它的那一套所建立的 生命的、生活的、文化的 乃至於政治生活的典範 在那個基礎底下 必須現代化 正在說 雖然現代性表面上看起來 跟那樣有巨大的衝突 但是就是說 傳統的那一套 現代化之後要怎麼講 我在這邊就在做這個事情 因為論語裡頭的每一條 事實上就是我們這個文明的 原來的基本原理 它每一條都是在講 我們這個文明存在的基本原理 那這些基本原理 我們要先搞清楚 它原來怎麼回事 它的意義是甚麼 在當時的意義上 而且不是光是字面上的意義 不光是說 字面上 我們一般字面上的意思 書上不都寫了嗎 不是 我們更要放在它的整個生活情境 它的政治、社會 甚至於經濟、文化的架構裡去看 它是什麼一個意義 什麼一個意思 然後 再看 我們今天來講 這句話還有沒有意義 這就是一個 重建新經學的努力 聽到意思嗎 這是我個人在這裏企圖做的事情 這是我個人在這裏企圖做的事情 雖然 對一般來講 這是這件非常怪異的事情 這是什麼時代 你還在這裏做這個事情 但是基本上 我還是相信 我們這個文明 如果沒有新的經學 新的史學 甚至新的子學 乃至於極部之學的話 也要有新的極部之學 它是會出大亂子的 它整個價值體系 生命系統的崩壞 人際觀人際體系統的崩壞 我是欣賞一直這麼看 大家慢慢看 時間很長 你們都比我年輕 你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會怎麼發展 我認為我們的公共領域會日漸昌盛 然後我們的私領域會出現 各式各樣七星壞狀的事情 這個徵兆在教育體系裡面 已經很清楚了 我們每年都看到 學生有心理問題的比例 是這樣往上漲 快速的成長 這個事情已經十幾年了 在各個學校都這樣 就是學生有心理問題 所以在公領域會比以前進步 因為自由民主法治有這個好處 反而在最核心的私人的情感價值 家庭領域會出現全面的問題 簡單說起這個 這個徵兆已經出來了 中國大陸更明顯 公私領域都亂了 公領也亂、私領也亂 這是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真的談 心經學 這個人 來,謝謝老師 老師剛剛提到那個金石子棋 就是我記得我們中學博士老師說 棋就是等於是一進來看 是所謂純溫學的部分 那那個我一直很想 這是個錯誤的想法 不能繼續說 我先問完 對 不好意思 我可能理解錯誤 那那個 就是說這個 因為我是蠻喜歡看一些文學的書 那我就是也是發現到好像 我自己感覺到隱隱約約有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現在台灣的 現在現當代的這些作家 就是 譬如說我隨便講就是可能寫小說的 大家好像很肯定的 譬如說洛穎君之類的 那就是我會覺得說 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好像 因為畢竟他們 因為在這個時代 就是會讀很多西方 尤其是現代主義的文學 他就會把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是 有他很了不起的成就 就是 包括說海明威啊 什麼之後的這些作家 那就是說 那個 因為畢竟我們 我們使用的語言是中文 然後跟英文 或是跟歐洲各國語言也不一樣 那就是把一些那種 西方的文藝理論 就是直接搬過來 然後用來創作中文的文學 這個中文的現代文學 好像會產生一些問題 就是會做出來一些很奇怪的作品 或什麼 那到底怪在哪裡 我也講不出來 但是就是覺得有點怪怪的這樣 就你這個問題而言 大概就是從 新聞化運動以來一路是如此 就是 會把很多西方的那個文藝理論 或者文藝的這個典範 拿來造的學 造樣的畫園 會出現很多 事實上 是跟我們自己的內心有很大距離的 但是很多心花樣的這種東西 也很受歡迎 因為 這個幾天人文 他很需要翻新 中國近代 是各方面的事情都希望翻新 他常常會講一些 跟他自己長很遠的事情 但是 但是 會很受歡迎 不關我們這樣 日本也一樣 比如說 《宮崎駿》吧 也是一個流行的 《宮崎駿》裡面的那些畫 都是那些 熱情奔放自由到不行的那些 尤其是女生的 小女生 跟日本女生正好相反 你懂意思嗎 他的那些主角的那個尖刻狀態 跟他正好相反 跟日本人正好相反 日本以前熟悟師 也講那個 《Anna Green》 對嗎 先聽一點 《Anna Green》 幫我查一下 《Green Apple》 就是 日本人迷得不得了 也是那樣子 就是那種 幾乎就是光的腳在草地上跑的那種 日本人是最相反的 懂你意思嗎 《金劍勞勞勞》這種東西 那 傳統文學不是這樣 傳統的文學是所謂要見智 是見我的情智 而《吉布》不是純文學的概念 《吉布》是以人為中心的概念 《吉》是見你這個人 所以《吉》就是你這一生的 最能夠表現你的情智的這些作品的一個 《吉》一般來先放《施》 後方《文》 《施》就是最能夠見智、情智 然後文章通常會先放 你對於這個寫給君王的 因為以前人 我最重要的意見要寫給皇帝寫給君王 表示我對天下大事的看法 可是以我們今天來看的話 那個算政府公文嗎? 就是今天不會把政府公文當成 是什麼文學著作來看嗎? 所以這就不是純文學 所以用純文學來講幾乎就錯了 你會看到裡面有許許多多的這一種 你比如說奏義 譬如說這一個 甚至於替君王你的這個告示 這個不叫政府公文 這個就是我對於天下大政的看法 對於政治、社會這些重大事情的看法 這文章放在前頭 然後這個個人的其他的文章放在後頭 這文章又分各式各樣的 與朋友的、與親人的 這比較個人性的 還有一些參加當地記事的 這些總統的文章 這個一輩子的 我的詩根文放在去看法 看了這個人是什麼一個人 所以即所以見人 聽到意思吧? 以前人的觀念是 一個人要一個人的完成 所以我說要有心急 一步是在於這個時候 底下未來人 我們每個人有一個概念 就是我這一生 我的詩、我的文 如果我能夠成一個格局 就合在一起成個急 那後來如果看著我這個人 看到我這個人的情字 那就把這個東西 就成為某某人的急著 是這麼個意思 這是起伏 起伏的重心 這個叫做別急 還有總急 總急就是把那個時代的一些 在某一個標準底下 他覺得類似這些人 放在一起 這個標準不一樣 有的是譬如說 以負的標準 有的是詩的標準 有的是那個時代人 文章的標準 不一樣的 那是另外一種 那是建那個時代人 那個時代的特色 那到後代來講 我們一般來看中的別急 那我說要有心急步 在於這個事情 很重要 所以古中感想要有新史學 因為我們現在的史學 都是學的 這個西方人是以知識為中心的 就是只看重 我對於這個 古往近來各種文明的 這個知識上的理解 這個知識 或是有各個部份的專家 也有把各個部份的專家 總和在一起的 這一種通論性的事物 西方人的善意性 這種東西重不重要? 重要 但是它缺一個東西 缺一個 缺一個 以 這個 治平之道 乃至於整個 文化之大道的 這一種關心的史學 所以 現代史學 往往就是 它 上窮必落下黃泉 什麼都研究 什麼知識都有 搞了一大堆一大堆子 跟一般社會大眾 苗不相是毫無關係 唯一什麼時候會有關係 有政治運動會有關係 現在大家對於台灣是很有興趣 因為台灣現在建立自己的 新的主題性 要重新清算國民黨 所以這個時候 就開始搞史學了 它事實上是政治 不是真正的史學 你懂意思嗎? 我們需要有新的史學 關於西方的史學不行 也有新的子學 子學是從一種特殊的人物 特殊的人物 我們剛剛講的吉部 是一個一個 每一個人 有每一個人的情質 子部的話 就是有特殊的 那譬如說 先秦諸子 我們講老子、莊子、韓非子 這一種特殊的學派 甚至於理學家 北宋五子 它有一種特殊而深刻的 一種學問 應該就算哲學講嗎? 不對 這都錯了 子部不是哲學 我們的金石子集跟西方的 無論是古典的學 金部不等於西方的古典學 史部不等於西方的史學 子部不等於西方的哲學 極部不等於西方的文學 都不相等 不能這樣理解 那樣理解就從源頭都錯了 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一樣歸一樣 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每一個文明有它自己的體系 我並不是說 中國就一定要這麼分 你要講印度也一樣 印度有印度的體系 你不能隨便拿西方體系 去了解印度 講西藏也一樣 你不能拿漢人的東西去搞西藏 你不能這樣講 他有他自己的體系 明白的意思嗎? 各有各的體系 千萬不要相混 一混你就 你不但搞不懂 你到最後就是事半功倍 整個都亂掉 如果你這個體系嚴整 你了解上其實很快說 並不那麼困難 底下我們這個 我們需要新的金石子集學 否則的話 我認為 我是這麼看 他的整個 那個人文社會體系 會產生嚴重的問題 順便跟諸位講一下 西方的那個 這個文科 確實沒什麼大用 是吧 這個 好像最近 剛才有一個新聞 說那個 阿姆斯特丹的大學 那個 我才來跟我講的 說是 這個 文學院是被 採自來 殺死 是文哲系 殺幹掉了 對不對 殺掉文哲系 文哲系 文科學生很生氣 要佔領那個 建設 對嗎 那這個在歐洲現在越來越 這種的 各個地方都在砍 文科 說實在 西方文科 對於社會是沒什麼太大的貢獻 而且你剛有的知識已經很多了 再往下加就是 其實要自私欲分 這有點像怎麼說 像中世紀的繁瑣神學 或者說 我們這個 經學製造後台 非常繁瑣經學 不見大意 沒什麼用 聽懂意思嗎 這種文科 這種文史哲學 確實沒什麼用 那 古人不一樣 這 近世子學出來 都是想叮噹的 這是能夠管大用的事 古經學院不同的 以前的近世子就是撐起整個文明幾千年 聽懂意思嗎 這不是說放在那裡 有一點 多一點 少一點知識 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不是這麼回事 來 你說 西方是近代才變成這個樣子 也就是說它從傳統的 它很早的傳統 就是這個方面都沒什麼用 因為我在看那個 Historia還有那個 羅馬帝國帥王的死的時候 他通常都開張名義就會講說 他們的死 他寫這個東西 是為了讓後面的人 能夠知道前面人所犯的錯誤 然後 依你再犯 但聽起來 是跟我們的死 我們的死家 想做的事實很類似的 那 我會覺得這樣來講 嗯 希臘還有羅馬 也很重視說 各種戲劇 還有它裡面的含義 然後也會跟宗教有結論在一起 而我們現在 我們接觸到新的西方學術 是不是完全是不同面向的事情 你這個講的是第二一 就去根本上來講 就是西方的學術 對於他們的整個政治社會來講 從一開始就是不重要的 怎麼講呢 蘇格拉底是要被放逐的 柏拉圖是厭惡雅典的 雅里斯多德是他所教育出來的那個人 把雅典給滅掉 聽懂我意思嗎 希臘三者 所以 這個對於他們的政治社會一點都不重要 而且他還認為有擾亂之嫌 所以要把這個蘇格拉底給放逐 那對於羅馬人來講 這個更不重要 羅馬人的這些老師 就是這些希臘人 被他打敗那些人 他說你們這些 我們重要的事情 這個政治啦 軍事啦 法律啦 農業啦 這是我們羅馬人自己來弄的 那我們的子弟也學一學 你們那些文化也是不錯的 是這麼個意思 這是他的王國之人 為他教教家裡的這些 家裡的小孩子 更不是他的這個 學問的重點 當然 到了這個 斯多格爾這個時期 社會學派 那到了這個 羅馬法比較成熟的時期 希臘者就對羅馬法是發生過功能的 但是不是他的源頭 幫助他能夠見 羅馬法的源頭 其實是平民跟貴族爭權 爭出來的 是要表法 不是什麼哲學家想出來 不是這麼回事 所以西方的學術 那中世紀更談不上 到了近現代 它發生功能大功 所以西方學術 是到什麼時候 對於西方的政治社會 發生重大的功能 到了近現代 在劇烈的列國相爭 跟劇烈的政治社會 變遷的時候 在開始 他的很多理想裡面發生的功能 這個倒是有重大的功能 羅克啦 盧梭啦 這都有重大的功能 那柏拉圖 亞里斯洛 這時候都有重大的功能 它這麼遠一個狀態 是講第一 文學也一樣的 那這個 換句話說 西方其實是 學術不那麼重要 文學還比較重要一點 因為河馬史詩 是希臘人的教科書 他們子弟上 都要念河馬史詩的 不過那個也不是史學 是一種對於古代的 那種英雄的一種記載 學了之後 年輕的英雄的氣概 所以西方人格型態 從一開始就要學 這個奧利斯特 在裡頭的這些英雄 這是他們人格的基本型態 就是那種 英雄是個戰士 他們到今天最崇拜的這種人 始終絕對不是這些 文人、讀書學者 那這樣你就明白 所以西方的所謂學術 對他們來講 不是太大的重點 那文學呢 但是有一點幫助 到了近代 這個學術開始有用處 因為社會發達了 其實是西方進步之後 這些哲學啦 經濟學、法律學、政治學 這個都開始 越來越幫助社會 不斷的提升了 這些理想 透過理性的所定出來的 關於政治、社會、文化、文化、理想 開始有很大的作用 在這麼一個狀態 跟中國的情況 完全不是兩件事情 中國傳統來講 經就是三代聖王的得位行道之機 它就是那個時候文明的核心 對於它的言行舉措的記載 這個文明靠這個東西 建立它的整個世界的資訊 這就是經 經學就是對於古代聖王的 整個作為的研究發揮 看我們怎麼能夠學它 把世界搞得好一點 簡單說 這就是經學 那個是文明的核心 這兩個大的相同 所以你們慢慢有一個概念 就是中西文明 叫做從頭到腳都不一樣 你們千萬不要比覆 兩邊是從頭到尾的發展都不一樣 這個很不相同的 橋歸橋、路歸路 那我們在這兒講的事情 都是有平有居強 哪一個在這裡如何如何 明白意思嗎 所以你們現在 我也不怪你們 因為你們現在受的教育 都是反擊的二行之 都先學了一點西學 然後台灣都不可能深入 因為在台灣學西學怎麼可能深入 差得非常的遠 所以很抱歉跟諸偉講 你們的西學程度跟西方人差很遠 那那個 傳統的學問也都忘掉 都不知道 所以就會拿一些模糊影 就是前模糊影響的西學去看看古人 因為傳統沒有那麼教嘛 所以這麼看起來的時候 一定會產生說 那這個是不是像西方人文學 那西方人文學史學如何如何啊 跟我們的經驗什麼 這個不行啊 我 我在這邊講這個事情是 不客氣跟諸偉講 我雙方面都受過非常嚴格的學學 西方學術跟傳統學 都受過非常嚴格的學學 所以我講這件事 有平有居的講 它是這個編這樣 那就是那個樣子 那我在這邊做這個事情 就是明白這些差異之後 知道說我們這個文明 沒有辦法把人家的東西拿來 替換我們自己的核心 替不了的 好不好 那個本必須要有 可是光有這個本 也不行 今天要開心 開心局 所以我的主張叫做 顧本開心 不是中體西用啊 中體不能為西用 就像牛體不能為馬用 傳統那個東西 開出西方的人 大家顧本開心 你自己的本不需要有 有這個本 然後你要學心發揚 西方的東西跟我們不一樣 能不能做呢 我相信是可以的 大概是這麼一個狀態 先講到這裡休息一下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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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